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asmine香咪 这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Q&A 也就是会讲一些关于你们比较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啦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Q&A主题 首先我之前是有在IG问了啦 所以现在要从那一边的Q&A去抽出问题来回答 OK,第一个问题 是结婚之前就有小baby了吗? 对哦 我们是在我们婚礼前就已经有了得及时 只是那时候不能说,因为他还没有就是到他安全期 Next 会怨吐吗? 其实我基本上都没有在怨吐诶 人家是前期跟中期差不多这种时候会吐嘛 我叻是到后期的时候 才会因为晕车啊 或者是没有定时吃东西的时候才会吐而已 下一个 会讨厌认身闻吗? 一开始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伤心的 就是毕竟每个人 我觉得每个妈妈都会经历的啦 就是看到自己的肚子啊 自己的大腿啊 或者是屁股啊 还有胸部啊 深了认身闻一定是会不开心的嘛 想了就想 过后我就觉得很像一个印记这样子去记录我是怀了这个baby 所以才有了这些的痕迹这样 可能过后尽量的去修复它这样子 是从什么时候怀疑自己怀孕的? 其实不是我怀疑我自己怀孕 是阿腕怀疑我怀孕 因为那时候我是胸部就特别特别的脏 又这样碰巧的 我去做了胸部护理的过两个星期就越来越脏越来越脏 所以我就觉得是normal的啦 因为做了胸部护理我们的胸部就会比较挺 那如果阿腕就觉得很不对劲 因为又变大然后又脏了 然后才去买胭孕棒 就去验的时候就验到有了 对 有怀儿子的秘方吗? 没有耶 可是我有听人家讲啦 是看另一半的 如果另一半喜欢吃肉多一点的话就会怀男的 如果另一半喜欢吃菜多一点就会怀女的 所以我下一台想要女的 那我可能会加吃多一点菜 不知道 我们家里的基因还有他家里的基因 第一个都是生女儿先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们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男孩子 我怀孕四个月半不显怀 我看你的肚子好像月份很大了 我怀孕四个月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发现到啊 是不是? 怀孕两个月才发现 月经有没有来? 问号 我其实大概是这样子的 因为好我们一怀孕的时候 我们会前期的时候会有一点血 有时候我的月经哦 又是来两三天就完了的那种哦 刚好那一个月 就是我怀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真的是前期出血 然后我不懂我以为是月经 然后就来了那一天这样子 然后我也觉得哦 这样子没有来了 然后我以为是我喝冰水 所以我才听经的 那我就没有去想这样多了 所以我才会延迟到这样子才发现到 怀孕会不会变丑啊? 我觉得我变丑了啦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我变到很肥很肥 我从43我现在59kg了 然后baby已经接近2.7以上了 所以差不多2.7是上一个星期多 凉的啦 现在应该要2.8.9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吸收这样好 I don't know why 你觉得自从你怀孕后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改变最多的是我的思想 还有我的责任感吧 因为以前的我叻 还没有怀孕之前 我是不会去控制我花多少钱 或者是买什么啊 总之就是不会顾虑太多啦 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 但是我一怀孕过后 我就会去plan 讲以后孩子啊 我要买给他保险啊 然后我会去plan他的 比如讲我要怎样去教育他 又或者是我要怎样分配钱给他去用 那种生活费 固定每个月要存给他的存款这样子 跟我自己的开销不可以这样大 然后要怎样去分配我自己的开销这样子 这些全部东西 都是我在一怀孕过后直接改变到完的 身边跟我比较亲近的朋友 他们就会看到我的改变 其实是很突然的一下子 就变掉这样子 就讲整个人成熟了很多 会想了很多 因为比起之前的话 我是比较没有管理这样子 嗯 而我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18斤啦 OK 你们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要介绍一个好看给你们 就是我用到蛮不错的一个东西 叫做 SupShop VPN 这VPN是可以根据你所在的地方呢 去改变你的IP位置的 所以可以放心 可以很安全的去使用 因为当你的IP位置呢 一直在改变的时候 别人就不能够盗取你的资料咯 VPN它其实是一个虚拟的私人网络 就是它能够在你的网络连结的时候 加密 还可以保护你的隐私 还有这个SupShop VPN呢 是可以解锁几个被限流的地区的 比如说 Disney Hulu Netflix 当你使用了这个SupShop VPN过后呢 你就再也不用担心 你看不到那些你要看的戏剧或影片了 另外呢 如果你们付费了SupShop VPN 然后觉得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的话 不用担心 因为SupShop VPN呢 还有提供了30天的退款保证 最后粉丝福利来了 只要你在6月呢 购买SupShop 他们还会免费Anti-Virus给你试用 现在就马上订购SupShop VPN吧 输入我这一个call就可以获得益气的优惠券 你还得什么马上下载SupShop啊 色里面多少次才会怀孕 其实这是depends on每个人的 我的话其实我们只是不小心漏了 然后我们就中了 在前年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想过要有孩子 但是那时候阿王还不同意要有孩子 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有内涩 但是是没有中的 就我想要的时候是没有中的 然后后面的时候我没有去想这样多的时候 可是我们两个是已经有觉得 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而再回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去想这样多 就觉得如果真的缘分有来啊 这样我们就接受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样子 然后就 嗯就中了 而且我也觉得他来的是刚好是时候这样子 因为又跟我一样的生肖 又刚好是我要的月份出来这样子 虽然我在我的工作上的高峰期怀孕 是浪费了一点啦 可是我觉得 我先苦后甜哦 这样哦 Next 有没有想要去做镀膜啊 其实我有想 我前两个月就blend了 但是就觉得做好 放在那边好像很做点 然后又很懒惰去买那种做镀膜的东西来做 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会不会有个怀孕每个月份要做 或者吃的东西补品之类的 有的 其实你去产检的时候 医生就会给你一开始吃叶酸 叶酸了过后就变成是铁盖质还有叶酸 我是目前还有加了一个珍珠碗的补品啦 然后我就没有再吃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其实我也是一直miss掉吃那些补品 嗯 你还一直叫什么名 我们帮他取的英文名叫做Enzo 然后华语名叫做林恩哲 虽然有一个En人人觉得很像哥哥这样子 但是其实是蛮斯文的一个名字来的 可是这个名字我们还没有拿去算 适不适合他这样子 所以这个要等他生出来过后了才能够去做 目前暂定是这样 生产时有拍video吗 会哟 我老公会po 所以到时候可以去他频道看我生产的过程 应该会很狼狈一下 怀孕会感到特别想睡觉吗 其实我在怀孕前期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个月的那一个星期 我是真的几乎都在睡觉 我起来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累了 然后我就睡 我一天都要睡三次 然后我醒来的那个小时大概只有四五个小时吧 其余时间都在睡觉 那个星期过后了就恢复正常了 知道是男生第一反应是什么 讲真正有没有一点点失望 其实是没有的 我跟阿旺一开始都是要女生 我们有验了NICC的report 就是糖氏综合症 所以我那个性别也是在里面了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打开来看 然后我就一直有一个预感 觉得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 然后阿旺就跟我讲 他是女的 他是女的 但是我的另一个预感就一直跟我讲 我觉得他是男的 他几率是男的很大 后来我就一开那个报告的时候 我就看真的是男的 然后我就觉得男的也好 因为毕竟我们家里都是女的先出生嘛 女的出生就要担任姐姐的那个责任 我就觉得想要就是狗狗保护妹妹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是男的是很不错的 我是很开心 他是男的 怀孕几个月了 这个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我目前是36周 然后其实我有一个我来月经的时候的那个APP 我可以给你们看就是 医生也是大概大概去算我的那个怀孕的日期的 所以目前来说呢 我先看一下我怀孕的时候 第一次去产检的时候照片的那个日期是几时 照理来说我们是11月14号发现有baby的 然后那时候他是一一圆圆的那个 在12月27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拍了 就是baby已经长大了的那个照片 然后那个时候是11weeksunday 所以我们推算回去12月27号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要推回三天了 然后在11个星期 123 4 5 6 7 8 9 10 11 大概是10月8号这样子怀上baby的 因为9月的时候我还在来着月经嘛 9月的9号到13号我都来着月经 然后10月7号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初学 就是前期初学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月经来的 他不是怀孕这样子 但其实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怀孕的时候 医生是推算我18号这样子怀孕了 但是应该是before that 前几天就已经怀孕了 哦 这样子讲的话 我应该是迟一个月多 这样子发现到 不是两个月是一个月一个星期 怀孕之前我还去参加了 就是上镜的那个节目 然后我第一个就出局摇的啦 然后到其实后面有一part的时候 是我们又是复活赛的时候就有转圈圈的嘛 然后那一边他们是没有cut进去啊 那一边是我突然间 啊 被前面 我忘记是谁了就是撞到我 然后我直接整个人是整个坐在地上 从站着直接碰到地上 然后我整个脑震荡到上面 我眼睛瞬间是黑到完了 就整个震到晚上来 然后那一个隔一天 我就发现到我怀孕了 就是这样一瞧 然后也 幸好宝宝是没有事情的 不然我真的是会很内疚 如果我发现到我有baby的话 我是不会去参加这种玩游戏的节目 因为比较危险嘛 但是就 幸好咯 缘分嘛 是你的就是你的是不是 说到现在呢 已经是 36周多了吧 还没有组月 但是babycadgy是已经够了的 所以医生就跟我讲 随时baby要出来就可以出来 如果我讲他今天要出来 其实医生是可以接生的 他讲的是ok的 只是不可以催生 因为他还没有组月 所以这个谜题 大家都已经解开了是不是 会咬转背痛吗 tashuit so far 现在还没有 怀孕期会水肿吗 其实我在中期的时候水肿特别重 可是反而后期的时候 你看我好像没有什么水肿 最多就是真的是肥 不是水肿 是肥 我脚啊 我的手啊 都没有水肿 所以我是很希望水肿啊 因为水肿就代表要生了嘛 最近有在备孕中有什么方法快速怀孕吗 我怀孕之前其实我也有吃很多那种身体上调理的一些调理品 我觉得有吃是有效的 对 因为你要首先把你的身体调理好嘛 然后那时候我的作息也是很乱 所以我一定有在吃这些保养品去帮我调回来 不然的话我也是应该也是很难怀孕的那种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把你的身体调好 你的作息也好 你也没有去碰酒 没有去碰烟 没有去熬夜什么之类的 就放松心情顺其自然 自然就会重要的 他要来的时候他就会来了的 如果你一直强迫哦 一直你在想着 你为了要有baby而做的话 我觉得更难怀孕 可以拍你的运气穿搭吗 没问题 我等我的道具到了我就安排了 因为我去买了一个滑板 就是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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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我拿完拍我的运气的那个服装 一直换一直换这样 对你先孕后价什么看法 我觉得normal啊 现在都有什么年代了 你还要像那种 以前人这样一定要结婚了 然后才怀孕 有些人结婚了 他们都怀不上 就是要抱个五六年 我觉得那样会很 第一半是家里来的stress 就是一直问你 几下要怀孕啊 几下要有baby啊 blablabla 这样子 你就要面对那种压力 总之我觉得 只要知道你们对方真的是 因为爱而结婚的话 这样就没有问题啊 我跟amon 虽然是因为有孩子才结婚 但是我们两个人是已经有 以后的plan了的 所以其实我们有限了还是要在结婚 我们也不会是说因为孩子 然后我们而被逼 我们两个人要结婚 共度余生讲 是没有 这样讲 他给我感受到的东西是 就算我怀孕了 他把那个心思都是放在我身上比较多 因为我要哭了 很感动 因为以前的话 他是没有这样子的 就是他对我 就很疼的咯 可以停一下 但现在我就一直 就有feel到他是 其实真的是很爱很爱我 我也知道我自己是真的是很爱他 所以我们两个才会走回在一起 就是因为之前太多太多的那种 讲讲啊 我们一起经历的东西啊 都那种感受啊 总之是 别人也不知道我们两个人经历了什么 就是你们看到的都是表面嘛 但是其实私底下 我们他培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是在我人生最低潮 有或者是最高峰的时候 他都陪在我身边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种东西是言语上表达不出来的 有 这问题 OK next 我们不要讲这个话题了 next 我有看到一个问题 出力的时候会不会漏尿 答案是会的 特别是在后期的时候 你连打一个喷嚏哦 你都会漏尿耶 我急尴尬 我直接 shit next 怀孕了还可以整骨吗 可以啊 但是你生之前一定要去整骨 因为它可以帮你的那个骨盆调去对的地方 因为我们会因为我们每一天的坐姿啊 或者是动作啊 这种这种姿势这样子 然后去导致到我们的骨啊 变歪 所以你一定要调回去 到时候你生的时候才不会难生 你明白吗 哇 我觉得很多问题我要回答讲办 我已经拍要整28分钟了 我怕等一下这个影片太长 怀孕后有容貌焦虑症吗 因为听说有些年轻妈妈因为怀孕身体的一些不会开始长肉 就得了容貌焦虑症 其实一开始到中期的时候 因为我中期才发胖的嘛 是有一点点啦 就我没有信心去拍照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没有什么照片的 我照片都是批批批批出来的 可是我觉得 还好我老公是肥的 所以我没有这样自肥 sorry baby 会情绪不稳定吗 讲讲就是我怀孕哦 比我还没有怀孕的情绪好稳定 就是我怀孕前的情绪更不稳定 然后我怀孕过后就好很多很多了 也没有到情绪很不稳定啦 可是so far阿旺都会陪在我身边 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最重要在整个孕期 跟你生出来啊 坐月子啊 什么都好啦 其实你的另一半哦 陪在你身边哦 照顾你跟聆听你 还有去体谅你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选择自然产嘛 对我会选择自然产 目前薄薄头赢在下面了 所以我是可以自然产的 除非我真的是生不出 医生就讲 那就只能开刀 孕妇有没有胃口很好 就是很想吃这个很想吃那个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跟你讲哦 我看起来孕妇都会有很想要吃的东西 我没有 我除了不敢吃的东西我敢吃了之外 就是比如香菜啊 皮肠啊之外呢 就没有东西了 你也是经期不准吗 我是经期不准第一胎三个月才懂 对 一样 可是你的好久哦 三个月 生了一胎会想生第二胎吗 目前我们是有两胎的计划罢了 就不会再多了 就两胎 会掉发吗 其实我前阵子真的是掉发 我这里空掉 这里空掉一大个 可是现在幸好生回来了 我吓死我 直接吓死 因为我头发本身就已经很少了嘛 它再涂下去我整个更涂去 幸好它现在我有吃一些生发糖 涂那些生发的脂肪这样子 还有用一些生发的product 闹吸头的 所以才控制了这个情况 我不敢想象我生了过后 脱发会激严重 怀孕还有性生活吗 其实我不敢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辛苦了 老公的 没有性生我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 就不是每个人能够接受怀孕还在那个的 对 我是接受不到的那个 所以我有跟阿旺讲 然后他也能体谅 所以他就没有去force我 老公的星座呢 是巨蟹座接近狮子座 但是我们想要他巨蟹做出来 因为孕衣产期是7月14到22之间嘛 22过后就是失职了 然后我很怕他22过后才出来 所以我刚刚挖两个人一直在跟他讲 可以早点出来吗 可以早点出来 可是通常他们讲 第一台都会提早一两个星期了 所以maybe是差不多了 对生baby的紧张指数10分给多少分 0 我很想生了 所以我完全不怕 如果宝宝出来了你会开心到爆炸吗 讲真的我觉得我会耶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对baby 我真的是没有感兴趣 我对小孩子我就是觉得很烦 越长越大我就越觉得 baby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 宝宝的胎冻会很大吗 我其实基本上 胎冻比一般的妈妈还好吃 我忘记是几周算开始有胎冻 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都没有什么胎冻了 我是after要进入院晚期的时候我才有胎冻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所以现在晚期的胎冻是一天比一天还要勾力 爸爸妈妈知道的第一个反应是怎样的 爸爸是禁掉 妈咪也是禁掉 然后妈咪突然就讲 It's a plan 然后爸爸边内就沉思了一下 然后后来他们就接受了 的时候他们就讲 叫阿王就是照顾好我这样子 讲完讲完了这些东西 爸爸自己走去外面的时候 自己在那边笑 在那边笑一直笑一直笑 其实爸爸也是老了啦 可以讲的是家里 其实最能expect第一个结婚 第一个生孩子一定是我了的 因为姐姐也没有想要生 然后妹妹也不可能先 弟弟更不可能因为还没有女朋友 所以全家都知道我一定是第一个了 只是看几时报 他们其实也很想要报孙了 因为毕竟妈咪也是40多岁 爸也是60多岁了 所以是时候也是要报孙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diaming也是刚刚好啦 我发现你有了宝宝阿王对你格外关注 当然啦 他要照顾我啊 不照顾他就给我骂 但是他很羡慕啦 所以我觉得他有在改变 因为之前的他是 是一个不怎么体贴的人 他所谓的体贴 其实对我来讲是不体贴 就是对金牛座嘛 都是比较moo的 我觉得他就是这阵子 有改变真的是很多啦 然后我其实都看在眼里 只是我不怎么会去讲肉麻话 我也不怎么会去表达我心里的话 我就没有太去夸他 不然他非常甜 有打算帮儿子开一个IG吗 我们已经开了 在这边 你们可以去关注起来 怎么那么年轻就想当妈妈 不想要做高龄产妇 而且我想要我孩子生出来 是可以没有跟我有带狗的 然后是可以跟我一起 很像当朋友这样子去相处的 然后 maybe 也是我找出来社会 也不要着手 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想法 影响到我身边的人我很开心 然后我求求他们快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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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可以看你临产前的肚子吗 现在特别大 给你们看 现在是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是很大啦 你看我的认神纹是长在爱尾 长在这边的 还有这边 然后还有我这边 其实看得到很明显那边 然后我的胸部 我的屁股这边 全部都摄完了 生完孩子做完月子会出国玩吗 会哦 我已经plan好了 但是我还是要就是先安顿好孩子啦 如果说孩子还没有安顿好的话 我也是不能够出国玩嘛 生了过后会去哪个月子中心做月呢 我会去S的14k作月 因为我看过很多review都讲 那边是很不错的 然后又在我的家这边过去5分钟吧 很方便 OK 所以我这次的Q&A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不是有解答了你们想要知道的问题呢 好啦 谢谢你们观看我这一次的Q&A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